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3年3月15号星期三 请问一开场是因为呢 我的声音这个又再度的变成这样 7号声音有些变化 那请大家多多包含 其实是因为又不小心感冒了 应该是感冒了 应该是感冒了 所以昨天我就没有进公司 在远端这样子 好大家最近要注意身体 应该是太累了导致的 好 OK好今天15号 我们先来更新一则比较 这个重要的新闻 是美国跟俄罗斯的一个 无人机坠毁事件 那在14号的时候 有一架俄罗斯的苏凯27战斗机 苏凯27 那根据美国的说法 是撞击到了美军的MQ-9 MQ-9死神无人侦察机 的螺旋桨 那造成这个无人机 最后坠毁在黑海这里 好那现在双方对这件事情 现在都各自有一个说法 但是因为是发生在 乌克兰在外面这个黑海 那最后坠毁在黑海 所以在第一时间的判断上面 会担心会不会因为 这一个撞击事件 演变成战争的升级 就是美国跟俄罗斯方面 因为这件事情双方会发生误判 或者把整个战争的冲突 拉到一个新的升级高度 好这个是外界在担心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首先先看的是 美国方面的说法 那美国方面呢 是在这个时间点 14日的时候 那有一架他们的 这个很著名的无人机 MQ-9 俗称的死神无人侦察机 那他有的会翻成收割者 那这个MQ-9 我们在网上其实是蛮常看到的 那他在执行他的例行任务的时候呢 美国的说法是 他当时正处于在国际领空上面 所以并没有这个侵犯领空的问题 好 那在执行例行任务的时候 侦察任务的时候呢 那与俄罗斯的战斗机 苏凯27有相遇 那美国的说法呢 是说 这个俄罗斯的战斗机呢 他的动作有呈现一个不安全的行为 那同一个时间点 他其实是有两架的俄罗斯苏凯27 那这两架战斗机呢 有好几次 在无人机的上面 故意的请到燃料 那做出一些不安全的飞行动作 那最后呢 其中一架俄罗斯的战斗机 就撞到了MQ-9的这个无人机的螺旋桨 那导致这个无人机最后是坠毁 那坠落的地点呢 在黑海里面 好 那这个事件呢 过去以来 其实这种拦截无人机的行径 这种行为其实是算常见的 但是呢 这是第一次有造成说无人机坠毁 那其实呢 过去在乌尔战争爆发以来 在这一带 这个领空附近呢 有这种无人机侦察 那这个很常见 那或者是拦截其他无人机 这样的行为也是常见的 但是呢 这一次会造成无人机坠毁 那这个是第一次了 那根据美国军方的说法呢 目前已经知道说 俄罗斯的这个苏凯S7 它后来是降落在这个 克里米亚的一个空军基地里面 那至于这个坠毁的无人机 现在这个比较敏感 就是它坠毁之后 那回收残骸的下落 到底在哪里 那美军的说法是说 目前还这个没有看到说 有俄罗斯去打捞这个残骸 比较担心是万一被俄罗斯拿去的话 那就有情报外泄 技术外泄的问题 这就很敏感 但目前的说法是说 还没有看到有这个飞机被回收的这个状况 那俄罗斯的说法是说 它完全是否认 否认说这个有飞机撞击到无人讲的这个问题 俄罗斯的国防部呢 是说两架俄罗斯的这个苏凯27呢 并没有跟美军的这个无人机有所接触 那至于为什么要会发生坠毁事件 俄罗斯的说法是 那个无人机它自己角度 飞行的角度过大 最后就自己坠毁了 那这个是俄罗斯的说法 那在发生之后呢 美军方面已经直接向拜登有通报了这个事件 那当然会这个通报 主要还是因为担心事件会造成误判 而且也要先确认一下 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机 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出于蓄意的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还是说单纯的意外 那这个东西还后续需要研判了 那美国方面呢 已经先召见了这个俄罗斯的驻华盛顿的大使 那就找来之后呢 那就当然是表达说美国官方的这个抗议 那需要了解这个事情 那这个大使呢 也有对外是说明了 那就说透过这个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就有讲说 现在呢俄罗斯是把这事情 当成是可能是一种挑衅 但是呢 虽然讲是这样讲 他认为说美军可能在挑衅 但是呢也讲说俄罗斯官方这边 莫斯科其实并不希望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 真的跟美国发生 这个对抗升级的状况 那可能是希望想要冷处理 好那事件后续会怎么样发展 那还要看一下是美国跟俄国方面 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面 要怎么样来安排安抚 那现在比较需要去研判的是说 到底这一个事件本身 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 它是一个单纯的飞行员操作上面的意外 还是说他蓄意的有造成这样的行为 那美军所说的 两架飞机有一些比较 不安全的 不专业的飞行行为 比如说情道燃料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实质有发生 那他意图是什么 那这个就比较敏感 那也有研判是说 也许俄罗斯在利用这样的事件 来测试美国的反应 跟他的底线 那比较担心的是说 怕这样的事情会演变成 美军必须直接跟俄国 俄国的这个军方 直接发生辞职的冲突 那整个乌俄战争 可能就会倒向 这个外界一直不愿意看到的大升级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MQ-9时神无人机 那又叫做MQ-9收割者 那他呢 本身现在是美国常用的一个无人机 而且本身是可以搭载武装的 最多呢 是16枚的地狱火导弹 在过去好几个美国曾参与的战区里面呢 那都有MQ-9时神无人机的踪影 那他可以做一些 除了侦查之外 那他也可以做精准的打击 但是过去当然MQ-9时神 他最有名的 不只是他的这个军事执行任务的能力 也包括说 有最争议的就是他可以发动空袭 但是这个空袭里面也有造成很多平民的死伤 所以过去几年当中 包括从欧巴马任内 然后到川普任内 都有讨论过类似的一些争议 就是在其他地区执行任务的时候 那有一些操作上面是有炸毁平民设施 或者甚至是攻击的目标对象里面是平民 那同时呢 因为MQ-9是美国的这个军用无人机 所以他在技术上面也会比较敏感 所以在出售啊 各方面的其他地区的应用啊 都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好那后面我们谈到乌尔战争的部分呢 我们也看一下 在华盛顿邮报 13日的时候呢 那也有做了一篇报道 那这个报道呢 主要是在推估啊 到目前为止呢 乌克兰在战争当中所死伤的人数 那目前是达到12万人 那推估俄罗斯方面是20万人以上 那双方都进入到一个消耗战的局面 本来呢 可能预计是说4月到5月的时候 乌克兰可能会进行新一波的反攻计划 那这个先前其实泽伦斯基 有对外讲过很多次 可是当前的状况是 呃前线的军官士兵 那他不断在消耗 食伤人数在增加 可是后勤的包括人员的补充 包括装备 包括重型武器 主战坦克的这个补充 其实是没有办法快速的来支援 比如说我们先讲人员的部分 呃在这一年多以来呢 那有很多的乌克兰的士兵军官 是接受了美国的训练 然后再投入到前线战场 可是有前线呢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人才资源 他其实也在战争当中丧命 那剩下的有很多可能是 比较欠缺战斗能力或经验的人 那要快速做补充的话 其实短时间内是很难的 所以呢 如果要到四五月 你要进行大型的反攻的话 好 你一个前线战斗人员的不足 那加上装备 你其实要熟悉装备的话 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呢 以目前状况来看 比较悲观是认为说 乌克兰很难在这个时间点 真的按照他的计划来反攻 那另一方面看俄罗斯的话 也有类似的状况 俄罗斯前线其实死伤的人数 看起来是更多的 那后勤的问题呢 从开战以来到现在 其实也没有什么解决 那加上整体战略目标上面 其实都没有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所以呢 俄罗斯虽然说 可能他还是要再继续的来做 针对基辅的攻击 但看起来目前难度也是很高 那另一方面呢 俄罗斯前一阵子 他也改变了一些征兵的政策 先前本来是说 你18岁到27岁 都要去变成征党的对象 但是现在改成往后延到 21岁到30岁 那时间呢 会延迟拉长到2026年 那这样的做法呢 当然外界也在猜 就是说俄罗斯是把这个事情 想把它一直扩展到2026年以上 变成一个放在那边 慢慢持续的在做消耗 那这个当然还是目前的一个观察 整体来说 俄罗斯的状况能不能够 这样子继续投入到2026年 其实还是存疑的 好那以上是今天 关于乌俄的相关新闻更新 那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META 好META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有宣布要裁员1万1000人 然后在这个之后呢 他们也在3月14号 再次的宣布第二轮的裁员计划 那根据宣布的内容是说 为了要达到公司营运效率 还有公司管理架构 扁平化的目标 这波的裁员人数会达到1万人 还有接下来也会取消 目前公司内部5000个空缺的职位 其实META执行长马克祖克博 在这之前已经宣布 2023年会是META的效率年 META's Year of Efficiency 说公司的目标 是要在增强效率的状况下 变得更强大更灵活 所以我们在META官网上有看到 马克祖克博写给员工的 一个公开信里面 有说公司会开始大幅删减 表现不够好 或是重要性发展的顺位 比较低的专案 那也会降低招聘员工的人数 还有频率 来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那他也警告说 现在经济不稳定的这种情势 很有可能会持续好几年 所以他认为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但也是必要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META在去年11月 就裁了1万1000多个员工 那占所有的员工的13% 那再加上这一次的1万人 等于是在4个月内就大举裁掉了 2万1000多名的员工 那马克祖克博也说 4月底会开始对内部技术部门的重组 还有裁员名单会公布出来 然后业务部门最晚是在5月公布 那他也补充说 接下来的情势会充满着不确定性 他也认为META应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那在META宣布这个裁员的消息之后 3月14号的股价也大涨了7.25% 来到每股194.02美元的价位 创下9个月以来的新高 那其实META最近遇到的困境并不少 包含比如说TikTok在年轻用户这块的强烈竞争 还有广告业务走低等等 那META现在也努力的在因应一些隐私权等等的问题 所以主要的营收来源放缓了 那就大环境来说 其实随着高通崩还有升息冲击等等的原因 科技业首当其冲 那全球经济也持续的在恶化当中 不管是科技业或是美国各大企业 在阶段时间都出现一系列的这个大规模的裁员现象 像是高盛啊或是木干士丹利公司 Morgan Stanley等等华尔街的大型银行 还有这个科技业的部分 在今年年初亚马逊公司就宣布了裁员18000人 还有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也裁了12000人 还有微软 煤光以及现在的META等等 那从2022年年初以来算到现在一年中 光美国的科技业就有超过29万人 失去了他们的工作 那与此同时META在针对元宇宙的研究 在2020年8月成立的这个Reality Labs 目前也已经投下了非常多的资源 来做人工智慧等等的相关开发 但是像Reality Labs的亏损也不小 像是在去年2022年的亏损达到137亿美元 大概是台币4107亿元 那营收只有21.6亿美元 大概是648亿台币 所以在最新的这波裁员也可以看得出来 META他们迫切希望可以用控制成本的方式 来解救现在营收下滑的情势 那现在META已经大力的加强在元宇宙的这方面的愿景 那可能Reality Labs的亏损额可能也会继续增加 就像META的财务长Susan Lee她有说 Reality Labs在2023年的亏损很有可能还会比2022年更高 但是她也再次的强调说 公司还是认为AR还有VR还有元宇宙这个领域 在未来有非常大的发展机会 所以META说他们会持续的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进行投资 希望META把这个粉丝专业的创作工具调整的好一点 这个已经让非常多粉专经营的人感到痛苦 对 然后整体来说Facebook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大家用起来都非常难过 痛苦 对 好 每一年 而且一年比一年糟 到底在搞什么 还在那边元宇宙 很愤怒的气候 好 那节目的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呢 就是转调国际呢 要办一个实体的线下讲座 那就是我们在壮榜广播频道 有时候会会有连载这个查阅编辑记录嘛 对 然后我们要办一场实体的查阅编辑记录 那第一场会是由编辑7号跟编辑会议来登场 那时间是在3月25日星期六 那天是补班日 对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因为补班 没有办法来 我们开放的人数其实也很少 只有35人 对 35人是极限 我们只开放35人 好 那他是有这个售票啦 这个因为有场地费的关系 所以售票是250块 然后有含饮料 对 地点呢 在线流测店 线就是现实的线 流就是流动的流 对 测就是 呃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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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输 对 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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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流测店 那你在听到这一段的同时呢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节目资讯栏 我们会把报名表活动页面都放上去 活动页面在Facebook上就找得到了 你找到转角国际线流测店就有了 好 这场讲座 不会做录音 35个人 现场的朋友来到现场之后 一起一会 对 听完讲座之后 这个就随风而逝了 好吧 那我们会讲什么呢 基本上其实 呃会议 可能会以会议为主啦 我们来谈一下会议之前做那缅甸的专访 他怎么完成这些 这个专访的 这些Podcast的故事喔 那同时那7号部分的话 就是 呃 轻松聊 没有那我大概也会讲一下近期制作Podcast的一些呃编辑的幕后心得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想法啊我们可能在节目上面或在网站上没有透露给大家知道那因为我们是查阅编辑记录嘛其实还是会谈比较多编辑自己的一些这个思考啊那我们因为时间是下午2点到4点算蛮算是中等长度啊我们其实会留很多时间给现场的听众来互动 就你有任何的问题想问我们都可以来聊哦彼此互动啊现场35最多35个人而已就把他当成与编辑对谈对对对其实我是把他当成会议的见面会啦对对对对没有那7号就无所谓了哎没有没有但是会议的话啊我们要让他这个跟大家见面会这样子对文心的聚会对啊你什么问题都有想问的其实针对专小国际的都可以啊 那当然比如说最近很多很多人会问啊啊那个新闻工作者是不是要被chatGPT取代了哎你可以留一墙聊这个话我们也可以来聊对我们其实内部讨论非常多有非常多吗还好吧很有兴趣啦我是希望chatGPT早点赶快来取代我嗯好不好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解脱了你累了吗我们大家都能解脱了好那这个活动呢报名网址啊我们就会放在资讯栏上面那欢迎大家可能手脚要快一点嗯因为35个人可能很快就消失 就是了对好那这个机会难得对希望大家来参加哦当然这个效果好的话哦大家反应不错的话后面的第二场第三场哦可能大家想看木仪啊啊啊想看赖云啊啊那我们就会接连依照不同的主题嗯嗯再来推出相关的活动因为35个人说真的这个一下就满了对对啊依照依照我们过去实体办活动的经验啊应该很快就满了对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次开60个人 马上就满好所以后来就有吓到所以就觉得呃其实那时候很多听友是呃很很感恩可惜啊嗯那这是我们睽違疫情之后再度的有自己办实体活动那现场呢我们也有赞助哦就是报时光啊他有特别独家赞助我们先前我们在daily上面有介绍过那个生日书对那现在呢报时光他还是有做赞助哦 就是你的特别日定制书哦你不见得要生日所以我们在现场那天有来报名参加的听友35个人来面我们会送出抽选出送一个人就免费得到这个特别日定制书嗯好那这个市价是3200多超爽的所以你就会获得说你可以去制作这一个特别日的定制书啦专属的对那你如果有成功报名然后有缴费来现场了所有的人呢都会得到生日这个特别日的定制书 特别定制书的这个折价券250元折价券哇也太爽了吧所以呢欢迎大家哦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跟报名好我是编辑七号我是编辑木仪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啰拜拜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